礼拜三 鸿海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结果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陆的媒体纷纷放出坏消息 还有外资也出来唱衰 狂卖鸿海 今天台股大涨啊 鸿海都没动 这口气 郭董忍得住吗 周三 临时股东会 会变成郭董的澄清大会吗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大陆媒体 到底有多无聊 没有查证的事情 一直疯狂的转发 一直疯狂的po 还自己下定论说 说不定就是因为iPhone X 卖得不好 拖累 所以搞得外资也出来 一人踹一脚 先来看一下大陆的这个部分 说些什么呢 他们说 哇 疯传 富士康的郑州厂 过年其实原本只要放12天的假期 但是居然放23天哦 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放这么多天的假 快一个月的时间了耶 诶 没有单子了吗 被砍单吗 iPhone X卖不好 所以他们干脆放这么多天的假吗 所以看到了现在大陆的媒体 疯狂在传言有这样的消息 富士康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马上回击 马上打脸 第一个他们先在官网上面招募员工 他们说郑州厂今年春假期间 从2月10号放到2月22号 总共也才放13天 哪来的23天假可以放啊 而且部分的单位还希望他们的员工 可以赶紧加班呢 富士康第一招打脸媒体 直接破除谣言 不过外资也在这里看衰 看到谁也传证券最新出来的报告 他们说就是因为iPhone X非常疲弱 就是卖不好嘛 所以这样的效应持续延烧 他们调降了平等来到中立 其实不止也存 先前包括了大摩 包括了大和证券都在看衰 摩根大通还提出了三大警示 什么警示呢 第一个他说 红海的市占率一直在流失 流失给谁 何硕抢到单子了 伪创抢到单子了 这是摩根大通的预测 第二个 劳工薪资一路的在上升 不管是台湾说要加薪 或者是大陆 基本工资也都在增加 这对成本来讲 当然是个坏消息 千万不要忘了 会对损失 新台币一路升 这些外销厂商 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第三个呢 讲到新iPhone升几百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今年的iPhone 就算要出 手机已经处于一个高原期了 苹果iPhone X也只不过如此嘛 所以今年你要期待换机潮 怎么可能有这么庞大的商机呢 所以看到了大陆的媒体 疯传富士匡放大架 没有单座 而外资呢 也再来踹一脚 红海 我们要来听听 礼拜三 郭董会不会撕报纸 还是有所回应 那当然红海哦 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么一个大帝国要经营 好来看看他们入主 夏普的策略 真的完全奏效了 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 夏普的液晶面板事业表现 真的是越来越好哦 所以财报会说话 夏普去年4月到12月 本业的合并营收 比起前一年同期 就大幅增加了2.7倍 听到广播声才意识到 这是播放影片 而不是真的坐在火车上看风景 日常夏普推8K高画质电视 号称视觉效果超逼真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作为夏普产品线主力的 液晶面板 推升夏普营营 有望达到700亿日元左右 比前一年的表现跳增 约2.7倍 3 2 1 自从红海入主夏普之后 力推面板和电视 不仅在中国冠名赞助 增加品牌能见度 也顺势带起其他家电用品 像是水波炉 和无限吸尘器等等的相关销售 激利夏普4到12月份 和并营收有望大增两成 达到约1.8兆日元 而光电协进会产业研究员 陈一鸣观察 营运表现能够有显著的变化 关键就在于 鸿海市的降低成本策略奏效 从既有的鸿海这个相关的一个体系 把它移转到夏普这个企业里面来 那应该也是带动了蛮大的一个转变 面板算是上游零组件一个 可以带动整个集团成长的一个原动力 面板作为鸿海集团的重要战略物资 也是郭董爱不释手的产业 接下来鸿海将在31号举行临时股斗会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将会亲自主持 预计要讨论两大重要议案 包括子公司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FII 要前往中国上阵A股挂牌 另外还要补选一席独立董事 外传内地的人选是前立英坊的董事长王国成 而郭董如何和新年度的产业景气 以及营运策略 还有组织重组的效益 都将会成为股东们 是否会报股过年的评估重点 记者林思雨 陈亭渝台北报道